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政的事不管 我现在更关心的天下的事吧 身在书斋 胸怀天下 天下的事 那你说说最近咱们这个最大的事 就像天津港的爆炸 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对你的触动是什么 当然这个触动很大 就是这些事 我认为可能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而且发生之后 好像各种处理方式也让人觉得不应该是那样 我个人认为这里边 我们不管现在为什么发生 发生之后 我觉得基本的真诚需要有 这就非常的重要 基本的真诚 对 就是说你政府官员处理这些 你必须有基本的真诚 如果你有基本的真诚的话 老百姓才能够理解 然后大家觉得才有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感觉 我们国家遇到这样的事 那我们大家同心心 但是你没有真诚的话 那么我觉得好多老百姓就觉得 但是一开始他是真诚的不知道啊 不是真诚 就是你要真诚的不知道 那你就告诉我真诚的不知道 问题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就业过程 你看多多山山 好多这些东西啊 不能够让大家知道真实的信息 就我觉得在过去那么多年来 中国不乏各种各样的灾难 天灾人祸 我们过去那么多年都有 对吧 一直讲多难新帮 我们经验很够 但这么多次的经验 你会发现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每一回当你的消息 不够灵通 不够透明 不够开放 不够及时的时候 民间就会有自己的谣言 民间有自己的谣言 就会带来更大的施政困难 那么但是 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第二种问题 可能那个问题伤害更大 是什么 你不公开 你不透明 你不怎么样 然后民间也有很多谣言 隔了一段时间之后 不晓得多久之后 民间的谣言被证实 原来是真的 而你当时又否认的 或者不愿讲的 这就是损害整个政府的公信力 你政府如果没有公信力 你再下一回遇到问题 你说话 人家怎么去判断 他相信还是不相信 没有公信力 特别因为老北京 是政府放在一个队里的 然后别人都就看戏一样 对吧 看笑话一样 这个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教训 就是说2003年SARS期间 SARS期间一开始也是分锁信息多多比比 是吧 然后这个闹得就更慌张 那最后了 正好转了 是吧 真正的全部的公开 那不是没事 每天都公布 每一个地方有多是SARS感染什么什么的 各种措施都公布 那慢慢大家就心里就平静 是吧 所以我现在觉得 这我倒不是拍马屁啊 我觉得总理说的话总是对的 你看 对对对 所以是总理嘛 总理就是要透明嘛 总是有理嘛 透明 然后要这个对历史有一个交代嘛 说的是质地有声的 其实这类别也反映出另一个 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是政府 其实政府是一块事 政府官员是另一块事 嗯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一般政府 我们讲的是一个相对抽象的 我们人格化的东西 似乎他可以决策 他可以这么做 那么做 其实政府是什么都不能做 做的都是政府官员 对 他具体的执行者 所以就是说他执行者的利益 他可能跟政府整体的利益 并不是一致的 对吧 他可能他先投逼自己的责任 我觉得他可能有一些 甚至内部的相互之间的 为了他们的欺误责事 对吧 总是宣布这些坏事 让病人承担 自己不承担 但结果会是什么 结果是他们所有人 其实都受到损害 嗯 这个也是一个囚徒空间 就类似说 你你每个人 生活都很聪明 最后就得对 所有人都愚蠢偷顶 至少这个案件总局局长 现在是囚徒困境 那你说这个 让我想起来一个老问题 过去这么多年 偶尔媒体上面 我们常常会拿起来讲 我们很容易说 比如说 在别的地方 别的国家 甚至别的地区 你像台湾 怎么样 有时候常常出现事 比如说飞机坠毁了 然后最后 那个交通部长辞职 我们大家都说 这事跟他没关系 他辞职干嘛呢 那常常这时候 这种事发生 我们就会回过头来 要求我们的官员 你干嘛 怎么样 你得问责 我们现在常常有 这种议论 民间 可是我发现 这里头有一个 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 这个地方在哪 就我常常在考虑 为什么 别的地方的官员 好像很容易去 说我来负责 很容易去辞职 这是他们的人 更有担当 更有勇敢 更负责任吗 人比较好吗 不是 我不相信人 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那个差异是什么 就是在 我发现在很多地方 你当官员 跟不当之间的差距 不是那么大 假如说 我今天当交通部长 我不干了 我不会明天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原来的生活 不会差得太远的 我可能回大学教书 怎么样 我可能地位 薪水都不会差太多 我可能还没那么累 但在中国的情况 是什么呢 我觉得有时候官员 之所以会推诿责任 是对他来讲 他一辈子就在这 他所有东西都压在这 都投注在这 而且这个东西 甚至可能是 全中国最好的 一种职业之一 而这种职业 又跟别的行业职业 差距太远了 我如果今天 不当这个官 我辞职了 或怎么样 我可能就失去一切 他就是不当官了 他总原来那也不叫官 原来也不叫官 那算官吧 院长吧 也不算什么官 因为但是这个 我讲文道讲 是非常的正确的一点 就是在这个社会 人们有好多 自由选择的时候 人们干每一件事 如果他心不送 他就不去干 他只会干 因为他喜欢他 而且如果说 别人觉得他不合适了 他就能够找 另外一个事情去做 在中国这种体制下 就是我们就官本 一元化 好不容易爬到这个位置上了 没错 那用什么手段 他就不减了 所以他就怎么也不能 有个善失 这真是 所以他反而变得 更不容易负责 你比如说像现在 这几天我们看一些 我们说 这个人说我不知道 这你问他 这些有些东西 我觉得你就变成一个笑话 对不对 就是我印象是 真诚非常的重要 我就是你看 凡是这个 你看多次的新闻发布会 你就看 真的去放真诚 所以大家怀疑就越来越多 这个点我还真是没这么想到过 但是我想到的倒是另一方面 这个跟你的这个研究有关系了 就是你知道 这个我看到 就是天津港啊 我才知道是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港啊 它是全球第四 全球第四 你可以看看这个出事之前 爆炸的 爆炸之前的天津港 我觉得从这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很多道道来 嗯 这是 你瞧 你再看下边 嗯 你看爆炸之前多美丽 你看再看 你看这天津港 哎呦 再再 你再看 好家伙 这是 全球十 十大港口 我还听他们的投入 就好像去年还在这就说 说天津港啊 就是现在是做大 我们现在要从做大走向做墙 就在他们走向做墙的时候 出现了这么一个爆炸 你觉得这个很有一些隐喻性是吗 哦 当然这个事实在我们好多管理体制 铁金港做的大事 因为很大事 因为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 真的非常的快 而且呢 进出口啊 因为所有的进出口都有港口嘛 所以这个很很自然的啊 那么至于他怎么做墙啊 那这里不是要就是好多的管理问题 包括一些技术一些体制的问题 那这次的情况呢 包括就说呃 你要做做大很很容易是吧 对 但是你要做强了就可能挑战性比较比较大 我觉得这个大和强之间呢 真的是现在中国经济 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就包括你看啊 咱们说你到台北也好 或者说到到日本也好 他这么一个小店 有些时候咱们觉得人家这个店开的啊 你要叫中国企业家来了 为什么不开分店 为什么不连锁 这么好的东西 要做大做强 是吧 甚至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有这个中国老板跑到日本 跟我就见到跟人家一个一个店主说 你就到我中国去 我给你开几十架 你这个产品在我们中国肯定就火了 但是他们不愿意 他们觉得好像就我们就是个家庭作坊 这东西可能会影响我的产品质量 就我觉得这个里边有两种价值观的这个一个问题吧 嗯 对 但是在这里面先回头讲什么叫做大做强 做大做强是不一样的东西 嗯 我现在觉得在中国做大其实某程度上是容易的 就因为我们规模大 嗯 你比如说像天津港 像过去香港曾经有段时间很喜欢 我小时候在香港 香港是世界第几大港 超过路特丹怎么样 但那个大其实没什么了不起 你香港成为那么大的港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背后 你自然要大 但是你如果说你看什么叫做强呢 就当你遇上临近地区 深圳港跟你竞争 你竞争的了吗 你是不是比他好 你效率是否比他高 你通关是不是更容易 管理是不是更上水平 这时候就拼强 我觉得中国过去长期很多时候是拼大 拼大并不太难 拼强很困难 那么你说到这个 恰恰你别说你说去日本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什么寿司之神是吧 寿司之神 你那么那么了不起 你何必这么辛苦 这么干的八十多岁老人家 对吧 你派一帮徒弟来中国 我们每个乌鲁木齐都给你开三家 是吧 那问题是你这是做大的 但就没有做强 因为他想的那个做强的整个定义 整个观念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他追求的东西 所以刚刚我才跟张老师在聊 就是说很多时候 你很多地方是他到了一定程度 他的利润就很少 做这种生意 是这样 人可以做赔本买卖吗 人不去利益不是赔本 你这短期内可以 长期内是不可以的 对吧 但是有一些年 会不会是在日本的好多小地 其实好多国家 欧洲你到处都是 中小企业 它是一种生活方式 它能够赚得适当的利润 或者就是一个平均利润 但是他很教育 很喜欢这个生活方式 他不是仅仅是说赚了钱 就在那里 但是好多大的企业 如果你不能够赚钱的话 你早晚是有垮台的 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的可持续性 其实强的就是你可持续性的能力 在这个里边 其实有一个故事 或者欲言我讲 就是说 我们老家有句话 说早死三年不算死 逃活四年不算活 就是早树 你去过早吧 早死三年不算死 你看这早树 可能三年没出叶子 第四年就还活 它活着 你便因为它死了 它没死 这桃树连这四年 都结果 结果第五年就突然死了 桃活四年不算活 就桃树 这个是很有意思 为什么呢 它早树这个根 炸得很深 桃树的根就比较浅 像我们中国的好多企业 就现在它根很浅 看起来也很茂盛 那树死就死了 所以到处都是摘桃子的 没人种桃子 枪枪三人型广告 最后见 你看他这么说 我不由得就想起 咱们这个小节目 有人奉承我 跟我说 你看你们枪枪三人型 这个17年 说他长胜不摔 但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说错了 他呀是长衰不胜 就是他从来也没有 大红过 但是他就这么苟言残喘 我就说我跟人拼 我跟人拼长命 我跟人比不了成功 我跟你比长命 但是你觉得这有 这价值好吗 我认为是好的 因为我们人类 不是活一天两天 我们做世界的 做企业的 其实都应该考虑 我们能够看得多长远 这个不是说 我 就是说 其实这个目标 就是我有更长远的目标 一个人有更长远的目标 就是很了不起 为什么 有更长远的目标 他一般就可信 他做自己的明星 不会轻易的 坑门拐骗 对吧 这是非常非常 村里有那对联 叫什么忠厚 什么持家酒 诗书记事成什么的 对 那你说这个 现在我看很多人的追求 都在追求做马云 马云是大家羡慕的 就是 挣很多很多的钱 就刚才咱们讲 就是说 过去中国古代叫官本位 但是我觉得 现在就是说 大家筑钱 就是这个钱 有点钱本位 就是都是在想 我要挣大钱 有点像八十年代 曾经也有段下海潮 对 我想做企业家 不过问题是我从刚刚讲 我在想另一个事 你说要做厂 你刚刚讲中国过去传统 我们讲那种 传家的 有传家之道的企业观念 那有那种想法 通常是因为 有背后有家庭观 比如说我做企业 我希望他有诚信 我希望这个东西 能够做好 要做厂 是因为某种程度上 我对我的二代三代 有既往 或者是我想 服应他们 对吧 希望能接下去 但我好奇 就今天的中国的企业家 对自己的二代三代 有没有期许 如果有的话 整个企业的做法 是不是会不一样 当然了 我认为最重要是宏观的环境 就是说 当你做生意的时候 如果你相信 只要我 靠自己的能力 我做好了 消费就喜欢我的东西 我就有市场 我就持续 你就会这样做 但如果你预期 你的这个生意环境 随时在改变 即使你个人做得最好 突然就不让你做了 那你就一定会追求短期的理念 这就是他讲课 就另一个故事 说你们老家有那个砍树的 对 那是怎么个事来着 他砍树就是说 因为其实 现在贵有其好多 就是砍树 一种情况 就是他为了吃上 树烧烧的一颗果子 他就不这个树改下来 又够不着嘛 他就树改 他不可能明你还能不能吃 对吧 所以他就只追求这种短期 那另一个的 还有一种情况 就像我们老家情况是这样 就是说 当时我在农村 生产的好多树都长不大 因为人的偷的砍 还有羊砍 跪掉以后 农民还比较务实 算了 他三来一下都分了 给你租 他一租就分给个人 这个投贴全不分了以后 第二天都 好多人就不树给砍了 他说不行 赶快就没砍 砍完这些 重新说话了 又具体化 然后过去你又不行 又分又砍 就这么恶心循环 他分给他自己了 为什么他把小树砍了 那就是说 你就分 他为什么小树砍 因为他预期 他不砍的话 你就收回去了 他砍了 还能收起来 那这时候 你就得有一个耐心 什么耐心 就是如果他砍了 你也别管 但是没有砍的人 他有一些人 会侥幸心理 发现没有人不收回去 他这个预期就不一样了 就变了 那就觉得你不会收走了 他就开始种树 就富氧素 就长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粗了 所以为什么 这就说明中国很多企业 比如说他明明自己有富二代 什么样 那我们都觉得 那他很应该 比如说现在也有些挺有名的富二代 你觉得他应该好好栽培 让他接班 整个企业做长 但其实真正 我常常遇到的情况是 很多企业会 比如说第一代企业家赚到钱 然后他们就会做别的选择 对 比如说钱外移 资产的转移 或者是迅速收割 然后也有些人没有做太大的时候 但是能刚起来 马上卖掉 然后兑现 这种情况很常见 人们其实就是人富了以后 都安全的需要 如果你有个乞丐 无所安全 你睡在地铁 睡在大街上 无所谓 没人偷你的东西 对吧 但是你有了财富之后 你对安全就变得更敏感了 所以大家总是要 你的产业也好 财富也好 寻找一个先对安全的地方 我觉得现在好多的移民 是与这个有关 对 那么如果你 或者你去像安徽 传统的辉州 辉煌了几百年的明清世界 那些辉州商人 他从外地赚钱 赚钱以后 他一定回去老家 那是安定 安定 然后借了非常豪华的这个磁藤啊 还有自己的那个住宅啊 为什么 因为那个地方最安全 对 结果现在就是你看到的新西兰买豪 没错 我身边好多的朋友 我就发现这种模式 他不是在辉州建房子 他说新西兰建房子 对 很多这个付大款呢 就是一代创业 不管他是干 我现在认识的很多有钱的朋友啊 我都不知道他过去是干什么的 他就是一代创业 发了财之后 啪 把这钱 一个是到新西兰买了房子 再一个投入股市 每天在这个电脑那弄一弄 就是啪啪啪 或者就是有点野心的那个 就开始这个买个壳 然后往里加点什么内容 然后砰 家伙一上市 一涨 快跑 卖了 大家发的财走了 这个其实就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你中国经济过去 我认为企业家主要是靠套利 就是套利心的企业家 就倒买倒卖 简单的说 你可以用每个东西倒在中国 未来呢 你一定靠创新 就倒卖的这种机会变得越来越少了 对 那你要靠创新的话 创新意味着吗 创新意味着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倒买倒卖的事 它刺激很短 我今天晚上偷的买这些东西 明天放一天 明天晚上偷的就卖出去 我就赚了一大笔钱 创新了它的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你没法偷偷摸摸去做 就是对未来的预期的稳定性 就一来一去更强 而且套利的企业家 套利一开始就赚钱 创新是一开始都是亏损的 你有大量的投资 但是还没有客户了 没人买了 你要度过这个时机 那就需要大量的金融 像VC PE给你融资 那如果是企业家都只看到很免贤的事 只追求快速的暴力的话 他们不会去创新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一个人是不是就等于孤独 且看凤凰人的孤独级点 那八年都是我一个人过 你们是不是做七夕的节目呀 又是去虐单身狗是吗 非常自然的发展成了 我会自己跟自己说话 点滴凤凰人 星期六下午凤凰卫视中文台 在探索未知的路上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 自由我精彩 东方雪铁龙C3XR 精彩驾链 立场人人都有 您站得稳吗 现功力应该不该 到底复计制度怎么改 第一次局势看好 新冷战就在我们这边吗 中国元首赞成反对 什么看法呢 事关你我没有人是孤导 亮出独立意见 拥抱多元声音 独立一虎一席谈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文台 那这个张教授 我给你探讨一下人生哲学 就是少数中国人 你比如说他这么想有什么错 我辛辛苦苦不管干什么 我赚了大钱了 那么我买到世界上 我把它全部变现 我就有了钱了 有了钱我到世界上美丽的地方 好的空气的地方买了房子 我让我的孩子到外国上学 然后我后半辈子享受了 这有什么错 这没错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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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问题就在于 这么想的个人没有错 但是你这个国家要想的就是 我怎么样让这些人 是觉得后半辈子在中国 也很享受 他孩子在这也有很好的环境 上学也很好 出来环境也好 那怎么可能呢 你这什么话 你空气能比上人家新西兰吗 所以我就说 你就这个的话 我想就是他空气 就是我们决断比的 但是人他是一个社会单独的人 我比如说一个人背景离乡 是一个很大的空气 那是个选择 他没有足够的其他的诱惑 他不是说你的空气比我好一点 我就要去那了 安全比我高一点 我就要去那了 他又高出一大几的 他才会愿意放弃 你看看你到你在西西兰来看见 或者我们在加拿大看见那些华人 他们去了不也抱团吗 就可见你人本来就是 尤其中国人就是本来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言语 我们生活习惯 就使我们这么绑在一起 我在这里面我们舒服 我们安定 然后你今天舍得离开这个国家 你舍得丢掉所有这些 跑到外面去 那是很大很大的选择 有些人有一个比喻叫移民间 做移民间 对所以他为什么是愿意做移民间 而且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一直是市场派的 你们对过去我的理解 就是你们市场会把一切调整好 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可是为什么现在咱搞市场经济 现在出现了这些现象 这些中国经济 这些畸形的现象 你切切就是因为政府流去的市场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多 到这人们都短期预期 都追催着买卖 你看中国市场的坑门拐骗 主要是这个原因 你看在全世界来看 哪一个国家 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少 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秩序就更有效 你谈到话 比如说一百多年前 三西票号 你看他那个城市首席的程度 比我们现在有好多了 但是你说 按说市场经济 假定人都是逐利的 对不对 那逐利的 咱们又说 现在缺少那种热爱自己的行业 去干实业的人 那但是见到更多的是搞资本的 赚到现金为上 那这两个是有什么矛盾 这个其实也就是说人是朱利 但是他不是什么样的 也依赖于这个环境 为什么创造性的这些企业家 在美国就更多呢 乔布斯 对是因为他这个环境 是每个人的自由才能 都到充分发挥 我觉得这就很重要 亚里斯多德讲 人是追求幸福的 但幸福不是仅仅是物质的财富 幸福是他个人才能的发挥 那么这个发挥了 如果你在一个自由私产的环境下 每个人他有的他天赋 有的偏好 他想做什么 他就选择做什么 所以当他做这件事之后 他就说 这是我喜欢的事 我们就过去说 所谓这个360行行行车状元 状元啥时候做 只有喜欢的人做 他才能变成状元 对 不过我反过来讲 我觉得除了讲 对市场是不是扭曲这一点 还可以这么来看 就是说其实也有一些地方 他的政府 他的市场 可能在张老师看来 就不能叫做完全的 当然也没有这回事 不能叫做一个 很自主的一个市场 但是呢 他的政府的干预也相当多 但是问题是 他那个干预是怎么样的干预 就他的干预已经经过 差不多甚至100年的经验 没有变过 他的整个模式规模怎么样 他某种程度上形成一个社会共识 跟一个习惯 在那个情况下 这种情况也会好一点 那中国的情况比较特别是什么 就是我们政府当然有干预市场 而且是手用的非常逐利 用的非常大 但是问题是 他好像没有跟大家形成某种共识 就是说你政府到哪为止 你遇到什么情况 会做什么 他有很多你预料不到的情况 你比如说 因为你面的 你面他很多人的可变性非常大 所以你预料不到 你比如说前一阵这个股票 政府大力救市 这样不救还行吗 当然不救行 不救行吗 问题可能救出 你救市就救出问题来了 对吧 那股市当然 他里边投机各种行为都有 但是他长期来看 他会怀归到一个正本质的水平上去 也不是说 我自己想 就是说 你在之前这个牛市 人为的牛市都是不可持续的 他就一定要去调整 那事实上就是在那股市 如果你政府不救的话 他到那个程度 他就自然 因为有人买有人卖 就说明有人不看好 有人看好 对 而且你想想看 而且这个事情呢 这个就是说 还出现一个情况 有个副作用 就更加证明了 老百姓心里一直有个想法 有什么事 国家出来顶着 这是等狼来了 对 这里边我有一个预言 跟你讲讲这个 其实我是在1997年 去泰国的清卖房外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皇后庙 皇后庙旁边有条河水 然后就叫 为什么这修个皇后庙 就是因为 家里的 年轻人 又来 干什么 又来